2022年最惊悚的丧失短片 一只寄生虫引发的世界末日 没看过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一个大叔的牙疼剧痛男人来探牙医 但医生检查后却感到肺解 医生虽然从业多年 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病人除了牙根部分特别白 其他看起来都很正常 初步判断可能是有异物夹在里面 病人一问三不知 医生也只能先开点止疼药 帮他暂时缓解疼痛 晚上医生准备下班回家 却无意中瞥见 诊疗室的灯没有关 走近一看 漱口台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一把抓起滤网 定睛一看 过滤器上堵满了虫子 可白天只有一个病人竖过口 医生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疯狂给双手消毒 然后重新检查病人的片子 随着图片放大 病人的牙根处 净密密麻麻布满虫子 这一幕让医生毛骨悚然 他拿着报告找到专家 专家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他建议医生去查查以前的资料 说不定能找到相关信息 医生翻阅了各种资料 在一本古代生物学书中 发现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寄生虫 这种虫子又叫齿虫 会寄生在人的牙齿附近 在宿主的牙齦内缠卵 等待幼虫成熟后 就会转移至大脑 这种虫子已经灭绝 最后一次出现 据说是在八十年前 突然医生的电话响了 他站起身去外面接电话 医生心里有些范畜 看来该来的总会来 面对未知的寄生虫 医生为了保险起见 给自己全副武装做好防护 他还想提醒一下护士 此时的护士 还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不理解医生的举动 催促他赶紧出来手术 病人犹豫片刻后摇了摇头 医生拿着镊子的手不住颤抖 看着成熟的幼虫不停蠕动 医生的心态彻底崩了 突然病床上的男人开始吐血 眼睛瞪得巨大 虫子似乎已经顺着眼球进入大脑 下一秒男人猛的一扑 死死咬住医生的脖子 护士健壮用尽全力推开男人 拼命救下了医生 面目猙獰的男人 又看向了地上的护士 医生眼睁睁看着同事被丧尸咬死 却懦弱地不敢上前 趁丧尸没有注意到自己 男人转身跑进器材室 然后锁上门 侥幸逃过一劫的医生 突然感觉脖梗出的伤口有异样 他试探性地伸出手 从伤口里摸到了一只虫子 寄生虫已经通过伤口进入体内 牙根处似乎也有东西在蠕动 他顿感不妙 冲到镜子前检查 不得不说 他对自己是真的很 拿起一旁的切割机 对准牙根切了下去 血腥味吸引了外面的丧尸 趴在玻璃上的正是女同事 他也发生了变异 医生害怕地平住呼吸 医院的动静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丧尸闻声离去 医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突然他感觉眼睛疼痛难忍 透过镜子看见 虫子已经钻进了眼球 而接下来就是他的大脑 绝望笼罩着医生 一阵抽搐过后 医生也变成了丧尸 第一个小故事结束 别化走第二个更精彩 注意看 男人正逃命似的奔跑 但还没跑几步 四肢开始不听使唤 双手竟然变成了假手 下一秒直接变成一个假人 只因为他和这个假人对视了三秒 时间回到两天前 贤佑在一家模特公司上班 负责操作假人模特 前辈告诉他 公司有个恐怖传闻 据说仓库里的假人 总会莫名其妙多出来几个 贤佑却不以为然 他只想快点搬完下班 突然一抬头 看见一个造型诡异的假人 胳膊凝成麻花状 贤佑被吓得不轻 前辈解释说 这是瑜伽店送来的假人 让他不要大惊小怪 但贤佑有些疑惑 刚刚搬的时候明明没有这个假人 难道传闻是真的 他们重新清点了数量 生怕多出来一个 好在都是虚惊一场 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个没错 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身准备离开 可贤佑不知道 就在他们身后 刚刚那个造型诡异的假人 静转头望向他 贤佑回家要经过一个公园 突然听到两个人在聊天 左边的男人好像是前辈 右边的黄一男有点奇怪 转过头来竟是个假人 假人朝着他邪魅一笑 吓得贤佑把腿就跑 第二天上班时 他询问前辈 关于昨晚公园的事 但前辈却失口否认 问他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 所以产生幻觉了 正在贤佑疑惑不解释 前辈发现假人的数量不对 怎么少了一个 昨天那个造型诡异的假人不见了 他们又重新清点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假人在哪 于是准备进仓库检查 但打开门的一瞬间 两人都被吓了一跳 假人就在门口站着 他们吓得落荒而逃 回去的路上 再次经过昨天的公园 贤佑心里有些发出 一抬头 同样的位置 前辈和假人正死死盯着自己 但这次假人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又了过来 贤佑被吓傻了 站在原地不敢动 直到贤佑来到面前 才如梦初醒般转身逃跑 好在假人行动不变 很快就被他甩掉 贤佑刚停下准备喘口气 身后又传来了脚步声 回头一看 贤佑竟再次跟了上来 他一路狂奔跑进商场 贤佑在后面穷追不舍 前方是岔路口 贤佑转弯才发现 自己跑进了死路 眼看贤佑步步逼近 他脑子里最后一根弦被崩断 想不到贤佑就是个直老虎 一推就隔屁了 贤佑赶紧抓住机会离开 可跑着跑着 全身僵硬 一抬手才发现 两只手都变成了假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终他也变成了假人 前辈露出满意的微笑 首尔怪谈第二个故事结束 下一个故事的男主更帅 恐怖片首尔怪谈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集来了 男主名叫斋勋 正在参加一场重要的面试 奇怪的是 面试官并不在意他的简历 而且询问起男人的生辰八字 面试题也非常奇怪 要求他用红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按道理来说 以他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参与面试 朋友忍不住提醒他 天上不会掉线笔 还是要小心一点 但灾勋不以为然 毕竟自己一没钱二没权 对方又能图自己什么 可回到家 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 洗澡时他总觉得 好像有人在摸自己头 但回头却什么都没看见 他不知道身后正站着一个女鬼 女鬼显然对帅哥十分满意 当晚他就收到了面试通过的短信 此时的男人 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上班时不知为何 不小心划破手指 面试官第一时间帮他止血 奇怪的是 代写的手帕没有被丢掉 还是被精心保存起来 灾勋这边正在档案室找材料 无意中发现一份面试名单 上面记载的全部都是同一天出生的人 里面也包括灾勋 更奇怪的是 自己的简历里加了一张黄符 疑惑之际 面试官突然出现 一把夺过了灾勋手中的文件 他们似乎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灾勋下班回到家 发现桌上是丰盛的饭菜 还以为是妈妈准备的 毫无防备的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他在桌上吃 女鬼在桌下吃 晚上他睡得很不踏实 总感觉有人在摸自己 他猛然惊醒 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奇怪的房间 对面坐着一位肤白貌美的新娘 神婆挥舞着法器念念有词 而自己一身新郎装扮 赫然正是明婚现场 一旁坐着会长和夫人 还有招自己进来的面试官 灾勋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 据说会长的女儿刚意外去世 难道就是坐在对面的新娘 之间新娘翻起白眼 露出满意的微笑 她舔了舔嘴唇 准备享用自己的大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